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土耳其6月1号起 交通和餐饮业恢复营运 实地走访首都安卡拉街头 人潮车潮川流不息 不过刚解禁民众还是有所顾忌 大部分还是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部分服务业的生意也还没有恢复以往水准 业者观察想要恢复常态 还需要一段时间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中心商业区柯泽赖 路上车多人潮川流不息 随着武汉被炎疫情趋稳 土耳其逐步解除防疫措施 餐饮业和国内航空交通 6月1号起恢复营运 沉寂交通力全面解除 历经致命的流行病后 民众尽管恢复新常态生活 仍有所顾忌 大部分人出门都戴上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进餐厅也戴着口罩 只有用餐时才能拉下 由于卫生部规定餐厅不同座客人要相隔至少1.5公尺 第一线服务人员必须戴口罩 而且晚间10点就得结束营业 虽然疫情趋稳人具威胁性 有不少人选择待在家中 美法业者布拉特将表示 在疫情严重期间 法郎歇业近50天 但电租 员工薪水 和员工的社会保险费得照付 而副业后的生意不如以往 不确定还能够撑多久 疫情冲击各行各业 经济活动要恢复到常态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中央社记者何鸿儒 安卡拉报导 武汉肺炎肆虐 纽约市爆发首例至今 三个月来超过20万人确诊 2万多人死亡 历经百日危机 纽约市逐渐摆脱疫情阴影 美冬时间8号起 迈入经济重启第一阶段 营造业 制造业 以及部分零售业重上轨道 但多数人仍在家工作 地铁不见人潮 时报广场的人气 尚未回笼 摊伤大叹事宜难做 不仅受疫情冲击 摊伤表示 由于有不孝分子 趁凡种族歧视 施威起肩打劫 实施宵禁 让生意雪上加伤 看看产发一米的百老汇 街道上 人潮不如遗忘 附近尚未营业的商家 都以木板筑起高墙 防止暴徒趁乱破坏 形成另一番景象 纽约市是全美疫情最重的地区 自3月22号起 经济大规模停摆 期间流失超过80万的就业人口 纽约市府估计 第一阶段经济重启可让20到40万人 回到工作岗位 纽约市长白丝毫指出 预计7月漫入第二阶段 届时办公场所将恢复开放 零售业店内消费全面松绑 餐饮业可以提供户外用餐 由于经济重启 伴随疫情回温风险 加上近期反种族歧视示威不断 故苏之路漫长而艰辛 中央社记者尹俊杰领约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冲击 菲律宾自3月17号起封城 大型购物商场 餐厅 电影院等场所无法营业 两隔半月下来 失业人口上开1000万 经济严重衰退 政府为推动经济复苏 逐步放宽大马里拉地区的封城措施 但中央社记者实地走访 马卡蒂市的购物商场 发现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店家营业 振兴经济可能面临不少挑战 除了服务业之外 位于黎萨省加拉维斯地区 300多户低收入户 也因封城措施 无法外出半售农产品 已经三个多月没有收入 面临粮食断垂的窘境 这群里的旅客 这群里的旅客是只有购物 所以他们不能够购物 外出 或是行到市场 去市场 因为 there is no there is a curfew and there's a lot of checkpoints so that's why there is no income for the last three months and you can see it people are just they're getting hungry they can't go out they don't have money to purchase especially our district which is very congested we let out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especially low income earners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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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gh for them 菲律宾台商总会青山会 特地前往加拉维斯地区 发放蔬菜和白米给贫困家庭 希望能够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放宽封城规范固然可以 征兴经济 但非国众议员也忧心 可能引发第二波疫情 我相信第二波可以发生 特地现在政府 从ECQ到GCQ 可以发生 所以我们必须预备 我们必须预备 要是真的有第二波 我个人认为 菲律宾的经济应该会 很难支撑住 对 因为 对啊 都是中小企业为主 事实上菲律宾已经连续五天 每天通报新增病例数 都高达五百例以上 但非国卫生部却将通报病例 分为近三天新病例 和四天前确诊 却延迟通报的病例 引发外界质疑 非国有操弄病例数之嫌 中央社记者陈燕均 马尼拉报道 近期一争的脱北者及维权人士 长久以来空头反北韩文宣 北韩领导人 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动作频频 四号扬言废除两韩军事协议 并关闭两韩间跨边界 联络办公室 八号早上 北韩一度拒接热线 傍晚两韩虽然通上电话 但北韩随后又宣布 从9号中午12点起 切断南北韩之间的 所有通讯管道 根据北韩媒体报道 北韩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及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 在会议中强调 将对南韩工作 全面转为敌对工作 日前北韩曾动员民众 举行大型集会 以整齐话意的举手握拳呼喊口号 声讨背叛祖国的脱陪者 开门以强烈自言写着 要彻底消灭他们 我们现在暂時 我们的力量是绅持得太多的 贵费责任重点和贵贵问题 可不可以免得太多的 无端 быстрее 我不能修得太多的 我们的命之先 聯絡辦公室是南北韓在2018年 緊張關係緩和期間施行的多項計劃之一 由於近期北韓核武相關談判陷入僵局 兩韓關係再度降到冰點 南韓當局曾表示 他們已檢討管制 將致力阻止脫背者團體散步傳單 但金宇正強調兩韓已無話可談 接下來將採取一系列的制裁行動 中央社綜合報導 但您關心疫情消息 南韓5月6號放寬社交距離防疫措施後 接連傳出教會夜店等地方群聚感染的事件 在疫情還沒停止的情況下 本週進行第三階段恢復上課 有更多學生回到校園也引發擔憂 外界認為本週將會是觀察防疫的關鍵時刻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 先別這樣 就跟大家進行 歡迎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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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